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說A4-3-8 B4-13-16 要求AB直線的參數式 跟這個線段的參數式 我們來看看他的方向相量多少 方向相量V 這個是等於多少 等於AB 方向相量的話 我們只要取他的方向就可以了 大小無所謂 一減的話就等於16 這個是多少24 那我可以用哪一個方向相量 我可以把它處理8 2跟3 這兩個方向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參數式就是等於多少 SY 這個等於多少 這是等於-3 -8 你以這個當端點也可以 13-16也可以 那我現在是以這個當端點 加上多少 加上這個方向相量是2 這3 T 這個參數式的話是怎麼來的 我們是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 現在是A點 現在是方向相量V 那麼現在的話 上面的任何一點 上面的任何一點 上面的任何一點是P P是SY 是上面的動點 那麼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PAR 或是AP AP這個向量的話 跟方向相量是平行的 可以寫成TV 那現在這個就是P 這一點點 AZ點 P是動點 所以這個是SY 這我把它寫成什麼呢 行向量的形式 這OP 而且那OA OA的話是多少呢 OA在這裡是-3 跟-8 等於T 乘以那個方向相量 你取這個也可以 取這個也可以 2-3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把這個人移過來 所以就 SY 就等於多少呢 -3 -8 加上T 2-3 好 那你把它寫入4以後 就得到什麼 得到 X等於多少呢 X等於-3 加上2T 好 -3 加2T 那外作標是-8 加3T 外作標的話 是等於-8 加上3T 好 那這就是直線的參與數 T的話 它是屬於R 這T如果是正的話 就T倍的V T的話可以是無窮大 如果是無窮大的話 T點就再無窮大 那T的話 可以是負的 如果是負的話 那P點的話 就在什麼 就在A點呢 那個這個方向 所以T如果是屬於R的話 這個就是直線 這是直線的參數式 如果T的話呢 如果是線段的話 那線段的話 那這樣T的話 就多少 T的話 T的話 它是大也等於0 當你T帶0的時候 剛好就是-3-8那一點 這一點 好 再來的話呢 如果 這一點是13 跟16的話 那麼T應該多少 我這個給它帶13的話 那這樣T應該多少 22T就等於16 所以T就等於8 而這個T它是小的 等於8 我們把8帶進來看看 3824 24-8 剛好就16 這是它 所以的話 這個參數式的話 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T如果是屬於R的話 是直線的 那AV線段的話 它的參數是這個 X也是等於-3加2T 那Y的話 是等於-8加上3T 那這個T 它是小為等於8 大也等於0 這個就是它的參數式 現段的參數式 現在你看著 巣鉄道 一裡面 一瓶 一番 這下 cuatro